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虎 I see a tiger 我看到一只老虎 接着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呢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I see I see的意思是 我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后边加something 就sorry 加something就可以了 表示我看到什么什么 see的意思呢 就是看见看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些examples first one I see an apple 我看到了一只 我看到了一个苹果 I see a peach 我看到了一个桃子 I see Mr. Green 我看到了格林先生 last one I see Miss Lin 我看到了李小姐 我们看最后两个加的是人名 我们在加人民的时候呀 前面不用加不定冠词 也不用加定冠词 直接看I see somebody 我看到谁谁 如果后边加食物 要注意单辅数的区别 A或者是F 以及不加 A或N的情况 好 同学们 我们根据内容补全句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 A或者是N的用法 这个呢 是我看到一只千里 I see a pencil 首字母不是原因的 我们前面要用不定冠词 A OK Next 这是一块橡皮擦 I see 橡皮擦怎么说 Eraser 以原因字母开头 前面要用A来表示单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 李 I see a hair 我看到一个李 Next I see a bird 我看到一只 这里呢 也要用A 好 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总结一下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的 I see的句型 句型 I see 表示我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后边加名词的时候 如果是可数名词的单数形式 要注意 在单数名词前加A或者是A 如果是人名呢 我们前面不用加任何冠词或者是定冠词 我们不用在前面加A或者A 这样的不定冠词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一节课 给大家讲完证 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